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熟猪的朋友 熟猪的朋友通常兴趣多 不过恒心不足 就容易好头不好尾 所以如果熟猪的你能够将贯切性加强 好头就不如好尾就更加好 熟猪的朋友由于好动而交游广阔 兴趣多端 所以一般来说 从事中介和人事关系 旅游和推介经纪的工作就最好 今年都熬了很久 因为过去几年 熟猪的朋友好像运程不太好 今年不同 今年虽然是扮猪吃老虎 原来真的老虎和猪有少少相形 但是是相合的情况更多 所以老虎和猪 原来大家会觉得 就是相对元素 今年属猪的朋友 就是一个反弹年份 有天德 即是上天的眷顾 有福星 福星是横财星 也是抽掌云 但是千万不要听完我说之后 就沉迷賭博了 也会看回自己本名特质 因为楼年只是一个一年里面的运气 有六分星 六分是正财 有机会加薪 或者正财上面较为顺利 又有横财星 又有正财星 又有上天的眷顾 还有八座星 八座就代表机会更多 你只要避却了你的心多的元素 那应该今年 集中一点 贯彻 这样就能够成功 唯一要注意 就是卷舌星 呼吸系统 这个声带的问题要小心 搞杀星 容易气管 如果小朋友 就特别那些 烤喘气管的问题 如果你属猪的朋友 本身有这些问题 就是要小心天气的变化或者敏感 同时 有劫杀星 赚到钱有正财横财 但是劫杀 就很容易是因为 遇到一些错误的投资 或者财笔可以露眼 或者遗失财物的可能性 所以属猪的你 今年的财物 都是謹慎小心一点 会好一点 整体上面 因为全部星的对照 都没有一个很强的桃花 但是对公是有太阴性 所以属猪的朋友 男性的桃花 就会比较好的 女性的桃花 只是叫做稳健保持 但是也没有很大的冲击 所以今年属猪的朋友 既成工作和赚钱 应该是修复前室的一年 今年不需要一定带吉祥物 不过带回自己本命的种子字 或者带回虎形的吉祥物都可以 可以考虑一下 星岛头条APP 升级之转 你装了没有 立即下载星岛头APP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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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